为什么武则天非要亲自掐死亲生女儿 到底是为了上位还是另有原因 这里是陈沐清语 今天说说这个话题 安定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长女 生足年不祥 但在旧唐书《则天皇后本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说法也并不是旧唐书作者的说法 而是在前面加了史辰约三个字 但正是这一段记载成了武则天求上位 为了搬开两个障碍 王皇后与萧淑妃故意杀女的铁证 事实果然如此吗 仔细推敲武则天杀女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只是用各种史料相互举语的记载 就可以扳倒此说 在新唐书的记载中 王皇后是正宫娘娘 萧淑妃是极为受宠的情人 王皇后为了争宠 开门急道 引武则天为外援 想着借武则天搞垮萧淑妃 令王皇后始料未及的是 没想到武则天更是个狠角色 居然反食自己 杀死了自己强宝中的亲生女儿 嫁祸给她 用来达到母仪天下的目的 受此影响 司马光资质通鉴也沿袭了这一说法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逻辑上讲 这个说法似乎讲得通 古往今来 成大适者 无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皇权斗争中 父子相残 兄弟细强的栗子比比皆是 武则天为谋求后宫之主 杀死女儿 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 其他的史料对此事的记载 可以帮助后人 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真实的历史是 当时的武则天 比萧淑妃更受宠 她在后宫中的地位 已经无人能撼动 如此一来 杀死自己女儿 嫁祸萧淑妃 似乎毫无必要 武则天嫁祸王皇后 也不合情理 要知道 当时的王皇后 早已是大门冷落 早在武则天入宫前 王皇后就已经失宠 废后 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冒绝大风险 对已经失宠的 王皇后落井下石 以武则天的至上 断然是做不出 这样愚蠢的事情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朝堂众臣 反对武则天为后的理由 一来是嫌弃他门第低威 二来且侍奉过李世民 仔细分析 这些理由 统统站不住脚 武则天的父亲 武士曰 虽然出生商骨 但他却是最早追随李渊 在太原起兵的元老级人物 他的母亲杨氏 更是出生名门望族 是隋朝皇室 与王皇后相比 武则天的身世丝毫不逊色 武则天曾为李世民财人的事情 无可回避 但对于出身鲜卑的李家人来讲 赴死收继婚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长孙无忌等人 拼命阻止武则天为皇后 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不被侵害而已 杀死女儿 嫁祸王皇后 不但改变不了自己 曾为先帝才人的事实 做得不干净 更会受人攻击自己的口实 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是没有必要的 从唐会药 旧唐书 新唐书的记载来看 王皇后最终被罢黜 都是因为他在后宫中 大搞迷信活动 完全是咎由自取 唐高宗在废后的照旨中 没有提及皇后谋杀安定公主之事 废后的理由是皇后无子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王皇后生不出儿子 不能站着毛坑不拉屎 洛宾王在陶武席文中 没有一字提及武则天杀女 设若武则天真的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政敌怎么会不充分利用此事 拼命加以渲染 宣扬得唯恐世人不知 习文中 杀子徒兄几尽事实 至于弑君振武 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 旧唐书武则天本记作者 志史严谨 关于此事的记载仅仅是史臣约三字 而到了新唐书 这段记载却莫名其妙地丰满起来 写得绘声绘色 犹如亲眼目睹 武则天如果真的杀死了女儿 那也只能是天之地之的事情 至于史书只是记载 不敢做任何评论 事隔数百年 新唐书欧阳修宋奇 司马光资质通建等史家 又是如何还原罪案现场的呢 他们有鼻子有眼的描述 恰好坐实了杜撰的痕迹 这不是历史 完全是小说 这样做 只是宋人彼夷唐人 无所不用其极罢了 武则天杀死女儿 利用此事来打击王皇后 似乎已成定论 关于安定公主的死亡 国外仍有许多不同意见 日本学者认为 安定公主的死有两种可能 这两种可能都应该是意外 最大的可能是猝死 第一个可能是奶妈 把炭火烧得太旺 导致了安定公主医氧化碳中毒死亡 第二个可能是因为 王皇后缺乏做母亲的经验 不小心将棉被盖在了小孩的脸上 导致了安定公主缺氧死亡 另一种可能啊 则是从医学角度上考虑的 安定公主虽是金枝玉叶 但彼时医疗条件低下 新生儿死亡率很高 就以唐宋为例 李世民十四个儿子就腰折了三个 二十一个女儿中腰折了三个 唐玄宗三十个儿子腰折了九个 三十个女儿腰折了六个 宋仁宗十三个女儿腰折了十个 三个儿子全部腰折 最终不得不将宗室过计为子 唐高宗十二的女儿 只是腰折一个安定公主 也属于正常范围 其实唐高宗坚持废王皇后 并不完全因为他无子 而是忌惮他身后的政治势力 以王皇后家族势力为主的门阀士族 始终是皇权的巨大威胁 那些脱骨老臣动辄在他面前指手画脚 对于高宗来说也是不能忍受的 选择相对较低微的武则天为后 增加自己与门阀势力抗争的筹码 无疑是明智之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